意思是把你的工作表转换成 PDF 其实我只有改一个地方 就是把 save as 改成 explore as fix format 然后 type 这个一定要加 这个如果不会的话 你用录制也可以 录制下来贴过来 然后 file name 其实本来是点 我们是点 access 你把它点 PDF 这样就可以 甚至现在新的版本 我刚刚讲的问题也没出现 所以其实就改这个地方 其他城市都没有改 我们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之后的话 然后他会问说我要放哪里 放这个目录里面按确定 那你会发现 他就把假班一直到 这个跟班的 骇班的所有的资料 通通都把它转成 PDF 如果你要给各班导师的话 也许他列印出来就好了 他就不需要说 原始的那些seal档 因为如果你给他seal档的话 你怕会有一些什么资料 各支等等相关的问题衍生出来 那你就给PDF打 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打开我们看一下 理论上应该是没问题 他就给一个表格 他只能看而已 那能不能复制 能不能修改 好像也可以复制 所以里面是不是可以再加一些权限设定的话 也许你们自己在录制具体里面 也许可以再加一下 然后把那些相关的东西再把它加进来 OK 那大概是转PDF 所以也就没有太大问题 这个是之前蛮多同学问到 因为工作里面难免会有很多的情况 会需要快速的帮我把所有的档案转换成PDF 就类似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完成的 那我刚刚有把那个程式把它贴到七支三里面的第八页这边 所以如果你怕找不到的话 或者你将来又用到的话 其实只要改这个地方就可以了 OK 所以对的话一次就OK了 所以没有很复杂 OK 那我会发现 有的时候你会跟不会 真的你的效率真的就差了十万八千里 但是有的时候说真的 其实并不困难 可是对有些人来说就是因为对于那个城市 VBA城市不是那么了解 所以有的时候光要改出对的结果 恐怕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样我们是当然已经经验算是老到 所以只要看到一个状况 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把衍生出来问题给解决掉 OK 我想这个也是你们需要去慢慢培养的能力 因为说真的所有的城市最怕就是说 还会有一些 就是因为你会有一些衍生性的需求 你要多一个功能 然后你要把城市又再加上去 那一加的时候呢 发现加了就又会出问题 所以慢慢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 多增加一些 就是这一些 还是多用 OK 那再来的话呢 另外的话在7-4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叫用outlook邮寄 后面的话当然如果比如说我们已经把档案做工作表做分割 也要把它合并 那分割合并的话也许假设有点情况就是说我要把资料分割完 分割成所谓的那个13个班级 那我就寄资料给13个班级的导师 那他们也许资料再把它填写完又回来 回来之后我要再把它合并给教务主任 或者是给校长有没有 就分分合 反正谁该看到什么资料 你就给谁看到什么资料 然后呢 甚至可以自动寄给他们 那会是最好的 分割完了 自动把这个档帮我attach 放在那个attachment 就是附加档里面 自动帮我寄给那个人就好了 可是要怎么自动寄信 其实跟各位讲并不困难 真的而且非常好用 而且这些东西呢 很多学 因为我有把那个范本给各位 因为这个可能还在做很多设定 所以我就 有些outlook设定我就不做 因为你光要设定这些东西 应该大家都会设定 只是说很繁琐 那包含哪一些呢 outlook应该大家都有用 OK 不是,现在很少在用outlook 那你只要设定好什么 outlook里面的POP的内送跟外界SMTP 那这些账号可能每一家公司 或者每一个server都不太一样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再来的话呢 内送外界的部分 然后就把它稍微设定好 也就是说你先把outlook设定好 这个是第一步 至于里面该怎么设定 我想你们查应该查得到 再来的话呢 你只要把底下这一段程式加到VBA里面去 基本上呢就可以帮你自动记性 那里面有哪些重点 我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我这个把这个字再稍微放大一下 14号词 OK 那这边的话呢 请各位增加一个sub sub里面的话 第一行是什么 set 各位有没有发现 之前我们用IE有没有 等于create object 后面加什么internet explorer 就是demiplication 那现在的话呢 就是什么 create object 就是什么 等于outlook. 前提是你电脑一定要有安装outlook 如果你电脑也没装的话 很抱歉 这一行就挂掉了 因为它找不到 一样的到底 如果你以后要引用Word 你也可以Word application 它也可以引用进来 然后呢 就引用完之后 帮你放到记忆体里面 成为一个记忆体的一个物件名称 叫做outapp 这个名称自己取没关系 你也可以叫o 叫a都可以 OK 好 那利用它呢 那里面有属性跟方法 你会借由它 放在记忆体里面的这个物件 帮你做很多事情 帮我哪些事情呢 当然我们第一个 开启outlook在背后 如果不是背后 你打开outlook 第一新增邮件 新增邮件之后 一定要放哪些 一定要什么 你的那个收件者 然后要CC给谁 然后要阻止 subject 然后哪里面的body要给什么 所以其实我们待会做的事情 就一样 然后如果有attachment 就是你有附加档 你就刚刚attachment的位置在哪里就可以了 所以这里的话 我们第二个就set一个什么 因为我将来我要先开一个新的mail 所以下一行就是什么 这个是乌加outlook 这个是开一个新的什么 新的mail set这个mail 这个也是个物件 它用哪一个呢 用outlook物件 帮我去create这个item item的编号是0 特别说它是从0开始 也就是这一行意思说 帮我新增一个新邮件 有点像你按一下新邮件 然后产生一个什么 产生一个新的邮件 这边是一个物件 outmail outmail的话 这个物件里面 当然我要给什么 给to to的话就是 我的email信箱的位置 因为我的email信箱 假如说我们将来是放在哪里 放在假如这边 b栏 比如说将来b栏里面有 我这边叫追栏 追栏的部分 如果说我们这个地方 假如说你们要一个email信箱 我记得好像是不是在 你们自己找一下 我看我没有call 在这里 email信箱 如果你要的话 你有把email这一栏 把它复制放在哪里 放在追栏的地方 OK 这边假设复制一下 不过这个都是虚拟出来的mail 你不要真的拿去记 OK 把它贴上 这边有没有 email信箱了 那他会抓这个mail信箱 所以我们程式里面 就是去抓这个mail信箱 就这个假班的工作表里面的追二开始 OK 那当然以后 如果你要每一个每个记的话 你记得就是这个二就把它写回圈 或者把它不用range 用sales 有没有 追 第i列的追栏 然后呢 就给他这个 然后cc 看你要不要就是附件给谁 bcc bcc 就是要什么 bcc 应该是叫什么 密件 副本 其实程式 我是把我的mail放在这里 之前就有同学 就直接复制贴上 然后他就mail 我还买买什么 我同学一直寄信给我 因为他bcc给我 所以我就回去有同学有认真练习 真的就bcc给我 如果你没有删掉这一行的话 那真的就会寄信给我 OK 然后这边会subject 这是一封来自VBA的信件 然后body body就是他的内文 那你自己改一下 那attachment就是那个路纪 就是你要给的那个档案的位置在哪里 如果没有你就不要加没关系 OK 然后最后的话呢 会有个display display就是要不要把outlook秀出来 如果不要 那你就不要加这一样 最后关键就是send send的话就寄出去了 OK 这个只有寄一个人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跑个回圈 就可以大量的 假设13个班的13个导师 他们就可以很快的 每一个人就会收到他应该收到 但是跟各位讲一下 有一个问题要注意 什么问题 之前就有同学很认真 他回去就做 但是他每天都要寄一堆信件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 他最后他的帐号被server给挡住了 就是被列为黑名单 为什么呢 因为他寄信计太快了 因为有些server 他会侦测说 你是不是就是大量在寄信 会把你列为就是广告信 就是你在寄一堆广告信件之类的 所以如果说将来 你们如果用这个程式的话 里面有回圈 我是建议可以再加一行叙述 就是让他停一下 停个五秒 十秒 二十秒 反正停个几秒钟就对了 然后再寄下一封信 然后再寄下一封信 如果说我看你是几秒 那行程式应该知道位置 你就把那行程式贴过去 这样就OK了 因为之前就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 为什么我记性是成功的 但是为什么我一直被列为黑名单 然后每次我都要打电话 就跟MIS 跟他讲说 我不是 中病毒之类的 我跟他讲说 没关系 你就是加一个位置 他加了之后再也没有问题了 OK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当然就举一反三 有些细节可能 遇到了 我就直接讲 没有遇到 那还有一个问题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你Outlook里面 要设定一个信任中心 不然他会一直跳 跳说 你为什么一直在寄信 而且寄信 好像太快了 那这边的话 你要什么 是不是要警告 不然他会一直跳 因为我是背后寄 所以他一直会从 那个底下跳出来 说是不是寄信 那你要暗示 是不是寄信 每一封都要是否 如果你不要警告的话 不要 这个可能要设定一下 位置可能在Outlook的上面这边 找一下信任中心 不要警告我又可疑的活动 这样OK 不然的话 他们一直又跳 当然如果你是每天的话 寄一堆信的 我是觉得这个是还蛮好用的 不然的话 你每天都要为了寄信这件事情 还要那边手动做一堆事情 OK 所以这边提供给各位参考 怎么去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然后用那个Outlook 去做那个email的这个动作